Amy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回到Amy & Joey的频道 我是Amy 我是Jody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呢我们聊一下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 Coco李文在一天之前离开了我们 对 10月5号那天 对 而且是一结束 自己是一个方式 非常非常的惋惜 对 非常非常的惋惜 因为Coco对于我们的影响 这一代的音乐人是 华语乐团的鼎盛的时期陪着我们长大的 所以我们还是想着做一期节目 来纪念一下李文 对 对于我们成长上的影响 以及我们对她 她的故事的一些思考吧 对 要不要说一说 Coco对你一个就是 你的印象 因为她可能对于很多 年轻一点的朋友们来说 她可能算比较老牌 比较老牌的艺人 对 那我们小时候对她一个什么感觉 我对她的感觉 因为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 对于 对 全球化这件事情是很欢迎的 开始 对 是很欢迎的 所以当时我觉得李文 作为唱英文歌的这样一个歌手 进入我的眼前 是非常的眼前一亮的 对 我来说好像是一个开创性的 对 一个存在 刚开始 对 当时华语音乐的黄金时期 对 黄金时期 也是 可能也是跟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我觉得也是刚好的 对 也吻合 而且当时流行ABC这种style 就比如说王力宏啊 李文啊 李文啊 他们都是有这种 包括其实赛伊林有的时候 也在模仿他们的一些 对 演唱以及说话的一些方式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style 是非常popular的 他几乎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原来华语的艺人也是 也可以就这么这么 阳系 对 阳系这个词用得好 是的 他属于那种 把西方的这个元素 加在他的身上 融合得非常好的 对 你不会觉得他非常的 过于洋化 对 有一些他就有点比较做作 你知道 我觉得李文这个人整体来说 他非常真实 他就是这样子 就是那样子一个非常 热情似火的 对 当时给他 非常有passion的那种感觉的人 因为当时我见到李文 第一次应该是滴答滴那首歌嘛 他是一个红头发嘛 对 然后当时其实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想把左边染成红的颜色 但是当时的中国 当时我们承招了那个环境 那不可能 学校不可能让你进门 对 不可能 那可能就要把你归结为 就是不良少女那一类 不良少女那一类 但是对红头发 然后唱歌 这么勇敢的表现自己 最真实 最获得那一面的 李文给了我们 从思想上到行为上 还有表达自己上 有非常很深远的影响 相当于一个冲击 之前的歌手可能都比较内敛 比较的舒缓 就是英语女派的 对 清纯派的那种感觉 对 突然 突然一下李文这样 哦 如此直接 如此direct 如此热情的在表达自己 是让我们觉得 哦 原来这也是一种 表达自己的方式 我还记得他 真的眼前引亮 他以前出了一个 你知道吗 就我小学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他的歌 那首歌叫 It's a party It's a party 我能整首跟下来 这是第一首 小学的时候 跟我的学姐一起 李文还为了 还为了那场专辑 这个专辑还出了一个 健身录影袋 李文穿着 穿着小健身 当年的铁粉了 李文拿着两个哑铃 在说 哦 怎么呼吸 怎么做卷肤 怎么练手臂 我还为了李文 我还去买了两个哑铃 就我跟我的学姐 两个人在家里 还练着那个录影袋 现在这录影袋 我在网上搜不到的 因为太老了 那首录影袋 全部都是古董了吧 对 古董级别的 但是真的 就李文从 生活方式 无论是从演唱上 表达自己 然后健身上 对我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我的卧室里面 海报也填满了李文 李文是一个时代的 一个时代的我 嗯 我记得我李文的 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初中时候的闺蜜 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我就猜在下面 评论真的非常惋惜 她又说你还记得吗 你当时买了她的那本 英文专辑 我们俩还在那边 对 我们俩还在那边一起听 她说 当时马上就想到了你 我想说 对 我们的青春啊 感觉我们的少女时期 受到了她的一些 多多少少的影响 对啊 我们变得更加自信 更加 更加open 好像这种感觉 我刚刚你说的那个英文专辑 我投逼的话 好了 真的方法 那首 那张专辑我也有 Just Know Another Way 那是李文的第一张 英文专辑 唱的超好听的 她总共出过四张 英文专辑 但是我觉得第一张 是我最喜欢的 经典 就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而且我 这第一张英文专辑 几乎所有歌委都会唱 而且 而且那首英文专辑 它的总销量 在亚太地区 就有200万张 就比D大D还要多 D大D是在亚太地区 有180万张 那英文专辑 那是 我们也贡献了销量 对对对对对 我们这么年轻 就贡献了CD 当时CD的销量 这是李文 第一个其中 李文有很多个第一 在华人世界里面 刚才Jody说的那张专辑 是他的其中一个第一 就是第一个在美国 发唱片的华人歌手 OK 李文也是第一个在奥斯卡金像奖 现唱的华人歌手 我记得当时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骄傲 是 《窝虎藏龙》的那个主题曲 对 《月光外人》 对 《月光外人》 就是他一定要有中国一号 显速他的喜欢 他那个身材爆豪 他那个采访的时候说他 他穿着那个恨天高 他在一个台子上走下来 他当时要上场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紧张 他说他有几天都在做个梦 自己会从那个台上滚下来 在全世界的人面前就是出丑 他那几天都睡不好觉 而且我觉得 现在看起来 因为现在我们 都长得很大了吧 其实 李文当时 对 就很成熟了 但是李文当时 作为第一个能在奥斯卡现唱的话 而李文只有26岁 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你想一想 在你26岁站到奥斯卡领奖台 唱最佳原创歌曲 最佳电影音乐 对 就是觉得 我想来到现在为止 还是头皮发麻 对 而且他那时候说 其实最终他拿拿奖 都没那么重要了 他当时就是想在 全世界面前展现这个 华语音乐 华人之光 华人的风采 他有一段访问 我也是觉得很 很动容 他说 其实他妈妈从小就教育他 You can never forget your rules 所以他从小就觉得 I'm Chinese I'm proud to be Chinese 尤其是我们在国外生活 这么多年之后 我越发觉得 就是这种感觉 你对你自己背景文化的认同 对你在其实在国外 是更发展 其实是更有帮助的 你要 你就是要对自己 be proud of yourself 对吧 所以李文其实也给我们做了 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非常好的榜样 我觉得 proud of yourself 而且是打心底里觉得 对吧 这就是你的根 这就是你觉得教育的所有文化 对 然后 93年 93年 李文从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尔湾分校 初学 然后来参加尔湾是吧 对 尔湾 是尔湾 感叹一下尔湾现在很红 尔湾是红啊 尔湾尽是红啊 尔湾尽是红 我们知道的 93年他参加了TVB的全球华人星秀大赛 她是获得了亚军 然后当时 当时Coco只有18岁 非常年轻 而且我也看到 其实她们家三姐妹 还是都很赏往娱乐圈发展的 当时她的二姐 也就是这个喜欢跟她发演的这个Nancy Nancy是参加过港节选 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对对对 她跟二姐长得很像的 大姐好像她们稍微 稍微年纪差多一点 她的Nancy长得是非常像的 1994年 她先是在香港发展 但在香港好像就是波兰 起的没有这么这么 这么 都没这么快 她是说普通话 她是到了台湾去出道 1994年是在台湾出道的 她最有名的那张专辑 1996年发行的那张专辑 叫《滴答地》 《滴答地》 《滴答地》 对 《滴答地》荣获Billboard的国际最佳 华语音乐录音代奖 好厉害的 《滴答地》 《滴答地》 然后当时其实这首歌 以及这张专辑 是打到了澳洲的 当时李文不仅是Rich的 大洋彼岸的美国 在澳洲 它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听到《滴答地》 我现在脑子里就是那个旋流 《滴答地》 我还记得当时我的 那个卧室里贴满李文的海报 买了李文的专辑 李文的就各种 李文说了什么 干嘛 我都要学 这已经有点 有点有点 太知道了 Amy的全称叫Amy Coco 对 Coco 我现在知道是怎么来的了 Amy Coco 原来Amy是一个 我们的第一个 英文老师给我的名字 Spelling is different A-M-I-E 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个 A-M-I-E is a little bit plain A-M-I-E can be anyone right there 后来觉得说 我就把这个名字 就接到我的名字里面 所以我有时候用的 Nickname 是用Amy Coco 所以现在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Coco是我的榜样 那现在我觉得 我要Carry the legacy with me Coco can be part of me 然后 你们有很多歌 让我 让我记忆由心 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除了刚才那首 《滴答地》以及 《我的健身启蒙》 我们俩还会非常喜欢那首歌 卓杰伦给他写的那首 刀马蛋 我当时觉得这首歌是把 这个我们的民族风 跟电子舞曲 包括李文的这种Sexy的感觉 结合的真的是超级好的 我当时单曲回放的 不知道多少天 对 我现在想起来我也是 我记得比较有钱 而且包括周杰伦的词 周杰伦的曲 方文上的词 再加上李文的演绎 我觉得真的是完美 而且我还看过 那个演唱会的版本 李文在前面唱 突然一下周杰伦 从那个《升降机》 一起来唱那段Rap 他们讲 那段时间还短暂的漏了 大概一点点绯闻 那段时间 这首歌的热度 就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热 然后滴答滴答专辑里面 还有一首歌叫 《过完冬季》 那这首歌也是我带来 反复 反复演唱的一首歌 今天AV在这里 种草了很多歌 大家可以再去听一下 对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 英文专辑是1999年 99年 Coco才24岁 作为首位华人 在美国发行这首 这首专辑 所以年轻有位 2000年8月25号 sorry 2000年的8月份 李文25岁的时候 发行的恋人 真情人 我也是买了一张专辑的时候 我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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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26岁参加奥斯卡 2003年 也就是 李文28岁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遇见了他现在的老公 作为一张 他叫布鲁斯什么 他那个犹太人的那个 我不是特别会念 没关系 就是布鲁斯 就是布鲁斯吧 我觉得哈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后来 就在国外生活的原因 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面 李文的最巅峰时期 也就是从96年的 滴打滴开始 一直到2003年 大概这七年的时间 我觉得李文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对 我不知道 手底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有这种感觉 我好像到高中 往大学的时间走吧 感觉他就 就有点消气了 对 那怎么说就是 没有那么活跃在幕幕前 他好像也没有太多作品 那个时候 大概我回顾了一下吧 就做了一下research 就看了一下一些时间线 就03年到08年 这五年时间 Coco好像 就没有任何的作品 也没有在公众视野里面 出现的太多 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广告 我是知道了 他短暂的代言过Sanel 在香港代言过 他当时短暂的还受到了 当年 当地 香港会复的抵制 抵制的原因 官方 没有官方 底致的原因 坊间说是 由于李文过于性感 形象与高贵的 这个品牌 Elegant 性量不符合 当时香港的名媛 张晓慧 还力挺 他说李文是符合 香奈娜的这个形象 Anyway 张晓慧属于这个名媛中间 比较前卫的 对 张晓慧是真名媛 张晓慧是solid的香港名媛 好 然后那边 他在03年对他来说 他代言了Sanel 在Sanel 的一个派对上 就认识了他这位老公 Bruce 这位Bruce呢 我跟Jody也是做了一些 research 我们怎么做的 research呢 我们不仅仅看了一些坊间的这些传闻 我们还上了一下一个职业社交网站 我们在LinkedIn上发生了这位 这位CEO大佬 这一位Dailo的通访 我们觉得有点奇怪的是 这大佬呢 你只有12个Follower 就说不敢相信 对啊 Incredible 你说我 我有700多个Follower 对 很活跃的 活跃user 我这种非常不活跃的user 我只在我需要找工作的时候 会在LinkedIn上活跃一小段时间 我都有可能一两百个 对吧 我觉得一个active user 像我是active 喜欢在LinkedIn上发表一些评论 发表一些文章 什么的 我有700多 而且我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生活过 所以这些connection也会找到我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其中一个 是这个不怎么用的 就几乎不用的 有几百号Follower 没有几百号没有说那么多 最多100多个 对 对